我今天必须跟你说 对不起 年底贺随荡 彭于晏主演的电影《匆匆那年》和《黄飞红之英雄有梦》 占领全国各大院线 在《匆匆那年》里 他和妮妮演绎了一段纠葛长达15年的情感故事 而在《黄飞红之英雄有梦》中 他塑造了一个讲普通话的年轻黄飞红 加上之前热播的电视剧《风中奇缘》 彭于晏成为这段时间大小荧幕上最红的小鲜肉 我也不知道观众说吧 大家觉得算就算了 我觉得好像是小S姐讲的 最早以前 好久以前 五年前了 五年后 应该就 这个肉会不会已经有点老了 就有点硬了 小鲜肉就有点 因为鲜肉你一直在锻炼嘛 就已经有点 那个鸡肉的这个组织有点硬了 应该是比较像是牛排的吧 所以会担心后面有一大包小鲜肉说能推断这样 哦对吼 嗯没想过 呃 没关系那就 那没关系小鲜肉给他们做吧 那我就做一些可能 老母鸡汤啊那种慢慢慢慢慢慢做嘛 你要说你是偶像啊 或是说你是鲜肉啊 说你是呃 什么什么这些名字都好啊 都现在这个阶段也 因为马上可能明年就没有了 那你这些都享受一下嘛 但你不用太纠结太执着在于这些名字上面嘛 就享受一下 葱葱那年讲述了一群死党的青春记忆 说到青春就绕不开另一个话题 爱情 彭于燕说自己的青春爱情故事是关于暗恋的 小学现在我就不像陈寻这么帅气 我不是学校的焦点 但是我以前就是比较胖 所以在学校被欺负 那我也有喜欢女孩子 但我不像陈寻 是敢爱敢爱 没有很直接的 那时候比较没自信 所以我对于喜欢女孩子 都比较暗恋 然后后来发现是我最好的老兄弟 就刚刚我讲的老兄弟 他喜欢同一个女孩子 然后他先讲了 然后我就说 我想这女的 这么漂亮隔壁班的 他一定会喜欢我女孩子 不会喜欢我 所以我就帮她去追她 现在我想 也许我应该大点说我也喜欢她 但是我也不后悟 我觉得选择的就不要后悟 在匆匆那年里 陈寻和方回没有走到一起 陈寻劈腿 方回失恋 彭于燕说 失恋劈腿 都是人必须要经历的成长 但我也不是 我觉得也不是世界末日 必须得说 现在很多新闻看到 我觉得挺挖掌 为了爱情 为了发生这种事情 可能我自己没有 真正受过这么大的伤 但我有类似的 就是可能听到 然后也是自己的女朋友 听到这些东西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 是远距离的爱情 所以其实 会很难过 但是 我觉得这就是 必须得经历的成长 1982年出生的彭于燕 已经过了三十而立的年龄 身边的搭档朋友 都有了自己的另外一半 而她还是单身 有想吧 有想吧 那你 想算一下了 我也不知道 蛮久的吧 对 对 就为什么今天都一直都 感情方面 事业方面 突然每次感情都能够 对 感情 感情 为什么 我也急着在为什么 我也不晓得 对 对 对 有想吧 但 很多事情没办法 直接 就说想来 有感情就有吧 对啊 你可能 我弹得来 但工作起来 就没办法去 去真正认识新的女孩子 今年拍两部戏嘛 因为从中那年 跟拍完就拍破风 是确实挺忙的 所以你说 如果要去 中间再去谈一个感情的话 可能就 比较能吧 格斗选手 功夫高手 自行车手 从激战以后 拥有一身健硕肌肉的彭于燕 就成为了一个暴露狂 每部片子 都有她光着上身秀肌肉的镜头 反正演员没办法 导演他们要求 一定要有一些节奏 符合这个剧情的 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做演员 这个本来很正常 在家你也会 你也不一定都穿着衣服 只是拍戏 他是演那个角色 很正常 你演一个格斗选手 对不对 你怎么不可能大 对啊 你怎么不可能 穿个浴袍 或是穿个西装在打拳 不可能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发生 我觉得身体这个东西 本来做演员 那也是一部分表演 但我是完全不介意说 如果今天要演一个 这个可能 比较颓废的啊 或是 就是 拔胖的那种 我都想要尝试 因为对我来说太棒了 就可以不用训练 没有 也没有转型吧 本正 呃 就 顺行自然嘛 因为我也不想说 说辞 如果万一 有一些很好的角色 我想要演 因为不是动作片的 是 谈起来说 那怎么办 对对 因为或是 文艺片 或是 系列上演一些 比较独立制作的电影 对 比较生活一点 因为现在演的还是比较 商业比较 因为这几部吧 比较 比较 类型的 嗯 但 可是过去也没有机会碰到这种片 这种类型的片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还都蛮新鲜 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也是在学习 我也在看我自己到底 在做 做的结果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那 这也就是有趣的地方 可能拍完这几部类型 大家觉得不合手 好吧 我继续回去拍一些爱情小品 大家开开心心的 对对 然后 也不用练得那么辛苦也可以 黄飞鸿之英雄有梦 让彭于燕圆圆了演动作片当超级英雄的梦 在生活中她还有一个梦想在一直进行 就是带着家人去环游世界 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黄飞鸿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够演一个男生吧 演动作片 演一个超级英雄也是我的梦想 但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可以演黄飞鸿 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是太意外 然后也是太幸运 比如我小时候也想成为一个NBA球员 因为我很喜欢Michael Jordan 还有另外的梦想是 我小时候还想当太空人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就是星座啊 在天空上 我小时候会上天台每天看那个星星 看买书然后看那个星星 今天这个月有什么猎户座啊 什么北斗七星在哪里啊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生活的啦 当然要讲比较多的生活 就是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但我一直都在进行 所以我一直都是一个 在完成我梦想的人 例如我想环游世界的原因是因为 我的外婆她很想在 在世的时候她想环游世界 但没有机会 因为我母亲没有时间陪她 想说等于有钱了以后 再带我外婆去环游世界 但我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那我后来外婆走了以后 我就觉得欸 我妈 我母亲跟我分享的故事 我就 对我也想要环游世界 那我的责任就是带着我家人啊 我妈妈去环游世界 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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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